大家好 我們是參與歌3年28 黃珠黃 胡聖石 黃吉勳 我們的主題是 請說C級不C級 西瓜是大變身 台灣一年世紀都有吃了兩個水果 尤其是夏天 而說到夏五天呢 第一個想到的解屬食物就是西瓜 我們每次吃完西瓜 是不是會直接將耐沉西瓜皮直接流掉 可是這個行為呢 雖然說不經意且微小 但是在疲勵之中造成了很大的浪費 根據聯合國良農組織的統計 全球每年有13億噸的食物丟棄 你會說這個數字是全球統計啊 台灣這麼小 應該沒有發現很多吧 錯了 台灣光是西瓜年平均消費就有356,270公頃 俗話說 十斤西瓜 三斤皮 這三斤皮的浪費量可是非常可觀的 印度獨立英秀甘地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 Be a change you want to see in a world 成為那個你想看見的改變 想要改變世界 幫助世界就要從身邊做起 我們將日常生活中的丟棄的西瓜皮 結合一年級食物學課程 教過的加工課程 利用乾燥及醃製手法 解決了西瓜不能久存保存性短的問題 此上我們這個專題的創意目的呢 是為了了解西瓜皮的營養成分及功效 再者呢 是看乾製法製成的西瓜補濕 和醃製製法製成的西瓜皮醬的可情性 最後再看好大眾對質量上創意產品 西瓜補濕跟西瓜皮醬的洗礙程度 而我們第一項產品西瓜補濕 是利用廢物利用加結合傳統脂肪 也就是將廢棄的西瓜皮結合制曬法 曬個兩到三天 它不僅能解決西瓜不能久存的問題 才賦予了西瓜補濕不同的風味及口感 那接下來我要介紹的是西瓜補濕的對照 那在你們左手邊是我們的日曬法 那左邊是機器烘乾法 那我們的日曬法呢 它有自然的香氣 然後顏色也比較深 那機器烘乾法呢 它的顏色比較淺 然後味道也比較淡 那大家知道我們這三款造型中 哪一款造型是最受歡迎的嗎 那我們的答案是A款 因為呢它看起來小小可愛 然後呢它又陷入一個主題 那在這個報表中啊 我們從受訪者的角度來看 不管是日曬還是烘乾法 它的香氣口感及整體的感覺啊 都是日曬法高於烘乾法 那這張報表呢 則是我們從問卷中發現的 他們在我們的受訪者當中 有高達七成左右的人 有吃過西瓜鋪泥 那認為西瓜鋪泥呢 取代菜脯米的有高達八成左右 那我們針對我們的西瓜月餅呢 有做一個swap分析表 那第一個優勢是 我們利用我們廢棄物再利用 然後我們也結合了我們的高鮮 因為它西瓜皮裡面有許多的營養成分 那它小小可愛 重點是我們的西瓜皮一點成本都沒有 還有劣勢則是我們手工製作 過程比較繁雜 所以製作時間起來比較長一點 那我們的機會就是我們結合傳統的製法 然後將不常見的東西 融入新產品裡面 那威脅則是在我們的報告當中 很多消費者都將西瓜皮吃完之後 就直接做丟棄的動作 所以會影響到大家的購買意願 謝謝 大家好那我接著講西瓜皮叫做創意特質 我們西瓜皮就是利用西瓜皮白色果肉部分 加鹽糖及少許的辣椒 辣椒然後淹死 然後一段時間過後就可以發出我們的創意產品 那創意產品它四度的酸度讓大家都很喜歡 也可以搭配調料使用也可以單吃 它是一樣多變的產品 那這是我們西瓜皮醬的取代接受度 那大陸數人認為西瓜皮的使用 它可以經過醃漬然後醃漬成西瓜皮醬 那是可行的 那大陸數人也認為西瓜皮醬是可以取代傳統冬瓜醬的 那西瓜皮醬的喜愛程度 我們由下角可以得知 我們由顏色味道及口感 那我們顏色部分 達滿一層數幾乎以下的是八層 那其味道跟口感是七層以上 那我們對西瓜皮醬做一個swap分析 優勢的部分是它可以被氣物再利用 那它是自然發酵 無添加任何的放肥 那西瓜皮也無成本 可以反應在售價方面 那劣勢的部分是它因為手工製作 那也耗時耗力 那機會的部分呢它可以帶動傳統產業 再減少環境的傷害 那它也是一項新的伴手點選擇 那威脅的部分呢 它是因為大眾都覺得西瓜皮就是應該要丟棄的東西 那可能會影響它購買的意願 那結論跟建議 西瓜補絲呢是可以取代傳統菜脯米的 那口感跟顏色還有香氣 皆是日曬 魷魚 紅甘 那西瓜醬的部分呢 它是可以取代傳統冬瓜醬的 那它的口感香氣以及味道也是 就滿意程度高達七層以上 那建議西瓜皮裡面含有蛋白霉 那它可以提升蛋白質的吸收 那運動過後可以藉由食產品來提升食營養素 那西瓜皮醬油會醃漬產品 那鹽酸跟酸度較為偏高 那煮菜的時候建議入菜使用 也可以調和起口感 那我們報告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